第六十一集 白木槿虽然听了陆娇娇的指控 却依然无动于衷 仿佛刚刚陆娇娇说的人不是她一般 直到白老夫人开口问道 锦儿 你表妹说的可是真的 白木槿压抑地看了一眼陆娇娇 然后才恍然道 这不可能吧 我在后花园里 可是从来未曾见过表妹啊 我带着鸳鸯准备回房换衣服 快到锦篮院时 鸳鸯说有东西丢了 我便让她回去找 自己则是回房换衣服了 此时白木槿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向长辈们施了礼之后直接道 我可以证明 姐姐一直在锦篮院里 我还陪她说了好会子话 告诉她这些日子 我在东坡县城那里学到了东西呢 白木槿这样说 陆老夫人和白老夫人面色都是一松 于是白老夫人便开口问道 娇娇 你是不是看错了 陆娇娇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 我明明看见了表姐 这就怪了 不过家丁在尸体发现的洞中 找到了锦儿的荷包 我觉得此事定有蹊跷啊 说着将那荷包掏出来 亮给大家看 鸳鸯立马道 呀 这荷包就是我弄丢的 和大小姐苏日佩戴的那枚荷包 一模一样 奴婢想着 大概是被贼人拿了 人在尸体旁边 要栽赃大小姐吧 陆老夫人这才点头道 我看啊 鸳鸯说得有理 锦儿的荷包明明好好地配得在身上 哪里又丢了 只能是鸳鸯丢的 又被有心人捡了 想要栽赃陷害呢 陆氏似乎也不担心 自己拿出的证据被否定 也跟着附和道 我也觉得是 所以早先也问过了锦儿 现在拿出来 不过是让大家有个数 这件事还得细细查证 白老夫人看着陆氏 也不明白 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她现在只想着 如何稀释宁人 在白家大喜之日 竟然发生了命案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隐隐觉得有几分不安 此时突然外面 爆发了一阵哭闹声 似乎是戏班子里的人在哭 白木槿看了一眼 便按耐着不动 睡嬷嬷凑在她耳边 翘身说了什么 她便会心一笑 白老夫人闭着声音给惊到了 忙吩咐孙嬷道 发生了什么事了 你去看看 孙嬷嬷也不迟疑 赶紧出去一看 不一会儿就带进一个少年 年纪也不大 生得眉气目秀 渊墨十六七岁的样子 少年也很热泪 一进来就跪在地上 只顾着自己戳气 似乎并不在乎 在所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 孙嬷嬷了眉头 低声斥则道 不许再哭 有什么 只管说就是 少年这才勉强地停止了抽气声 含着一泡泪在眼眶里边 看了一眼堂上坐着的两位老夫人 然后才像见到救星一般高声地喊道 老太太 冤枉啊 请为我哥哥做主啊 陆老夫人虽然心存疑虑 但到底不是在自己家里 所以只看了一眼白老夫人 听她是什么意思 白老夫人冷着脸烦躁地问道 你哥哥是何人 又有什么愿望的 回避老夫人 我哥哥就是袁承衣 也就是近日死在贵府的人 哥哥武丹被杀 还怨而死 救老夫人一定要还小人一个公道 我们自有父母双王 兄弟俩相依为命 如今哥哥没了 哥哥小人怎么活 说着少年便又哭得生泪俱下 哭得毫不凄惨 白老夫人原本打算敷衍过去的想法 在这一刻不得不有所改变 原想着那袁承衣若是个孤身 那给西班子一笔银子也就打发了 如今还有一个兄弟来哭告 说不能处理妥当 怕传扬出去 对国公府的民生有所损害 孙嬷嬷想了想 便主动开口道 你哥哥可是与人结仇了 否则怎么会遭人杀害呀 我们唱戏的 哪里敢与人结仇 哥哥一向性格温和 绝对不会招惹仇下的 不过 那少年眼睛瞄了一下白木槿的方向 似是很害怕的 看了他一眼 就赶紧撇开了 但这一下 却让人把怀疑的目光 全部都聚焦在白木槿的身上 白老夫人心里咯噔一下 突然想到陆娇娇对白木槿的指控 难道真的和锦儿有关不成 不待白老夫人开口 陆氏赶紧呵斥到 不过什么 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 你有冤屈就只管道来 难道我宁国公府还能草菅人命吗 陆老夫人眼神瞄了一下 陆氏 隐隐地横着警告 陆氏只赶紧地撇开了眼睛 不去看陆老夫人 这一次 他必须要来一个一箭双雕 即便得罪了陆老夫人也无所谓 反正 他如今是国公夫人 陆家也奈何不了他 少年似乎被吓到了一样 好一会儿才委委屈屈地倒 小人的哥哥死前 曾经告诉我 他与一个贵族小姐相恋 还约好了 今日在这里见面 商量着私奔之事 所以 所以小的怀疑 是事情被人撞破之后 那小姐杀人灭口 屋内听了这话的人 无不惊恐地倒出一口凉气 一个贵族小姐竟然和一个戏子私相授受 还打算私奔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不知廉耻又不知所谓 陆老夫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拍桌子 立声呵斥道 你可不能含血喷人 哪家小姐会看上一个唱戏的 莫要坏人名声 少年抖了一下 像是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不敢再说话 陆氏赶紧出声 讨好般地对陆老夫人道 母亲 您且莫要动怒 事情的原委还没有搞清楚 说不定真有这样不要脸的人呢 林子大了 什么鸟没有 然而他又转而问向少年道 你可知道 你哥哥说的这个贵族小姐 是哪家的 叫什么名字 哥哥没有具体说 他大约是怕泄露了那小姐的身份 招来获释 所以只告诉我早些准备着 到时候跟他们一起离开京城 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 安稳过日子 说着少年像是想起了伤心事一般 又落起了眼泪 不停地用衣袖擦眼睛 看起来着实凄凉 陆氏叹了一口气 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道 唉 也是个可怜贱的 只是你也不知道那小姐是谁 如何能知道真凶是谁呢 你哥哥怕也是要白白丢了性命了 少年听了 却突然停止了哭泣 然后道 哥哥虽然没有告诉小的那人是谁 但两人相交时日不短 也私下里送了哥哥很多东西 今日来府上的贵客想必都与宁狗功夫相较颇深 若是能通过这些物证找到的小姐 是否就能找到凶手了 陆娇娇听了话 突然像瘦了惊一样倒退几步 幸而陆是眼急手快地扶了她一把 给了她一个警告的眼神 才让陆娇娇恢复了正常 白老夫人却冷哼一声 我倒要瞧瞧 是谁家的女儿这般不知廉耻 在我国公府的喜宴上 撕毁情郎 还杀人灭口 简直荒谬 陆是听了此话 才吃了一颗电心丸 这次非要通过细子之手 将白木槿给揪出来不可 她当时可是得了确切消息 白木槿被人困在了后花园 却不知为何 赶过去的时候却没有抓到人 反而在锦兰院里又见到了白木槿 陆氏趁着打铁接着问道 听到了没有 你若有证据 就赶紧拿出来 让两位老夫人给你做主 政务在哥哥的箱子里 如今大概被班主收了 陆氏的眼神不经意地扫过白木槿 却发现她一脸平静 仿佛事不关己一般 陆氏在心里冷笑 白老夫人既然下定决心要追查下去 也就不再迟疑 让孙嬷嬷去通知那细班子的班主 拿出物证来 过了一会儿 细班子的人便搬出来一个大木箱 班主恭敬地跪在地上说 那就是袁承衣的箱子 平日里都是她自己保管的 别人不能动 所以一直都没有打开过 白老夫人对孙嬷嬷使了个眼色 孙嬷嬷便命人将箱子打开来 没想到箱子里面装的大多数是戏服 只有一个小匣子看起来有几分可疑 那少年赶紧过去指着匣子道 东西就在匣子里 我看过哥哥私下里打开过 于是孙嬷嬷又命人将小匣子的锁给破了 打开小匣子 然后惊讶地发现 里面竟然是一些女儿家的首饰 里面还有几封信 首饰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书信却引起了孙嬷嬷的关注 她将信给拿出来 沉上去给白老夫人看 这是匣子里放着的 看起来应该是那小姐写给情郎的信 因为信封上的字迹十分的娟秀 一看就知道是女儿家写的 白老夫人将信封打开 看了信上的内容 再仔细辨认了一下字迹 手指紧紧捏着纸 微微颤抖着 眼里像是染了血一样 通红一片 亲家母 你来看看这几封信吧 白老夫人的话 几乎是从牙缝里面钻出来的 陆老夫人诧异的结果性 一眼望去 心就冰凉一片 她不可知性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再仔细一看 然后惊恐地看着白木槿 这 这不可能了 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呀 白老夫人却不这么认为 只是冷冷道 亲家母 难道咱们老眼昏花到这个地步 连自己孙女的字迹都看不出吗 这匣子是锁上的 谁能在这个时候陷害她 陆老夫人吞地一下站起来 将信拿着走到白木槿身前 颤抖着问道 锦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白木槿看了一眼那封信 然后道 这虽然是我的字迹 却不是我写的 是你 居然是你 难怪 难怪 那少年突然红着眼睛 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 颤抖着从怀里又逃出一张纸 他跪在地上哭着道 老夫人 您看看 这是我哥哥死前画的 说是他心上人 我刚刚来的时候 只是匆匆撇地眼着的小姐 觉得有几分眼熟 如今再一看 正是这幅画上的人啊 孙嬷嬷过去接过画 摊开一看 的确就是白木槿的样子 那巧笑倩兮的表情 画得倒是入目三分 画呈现在众人的面前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射到白木槿的身上 嘲笑 鄙夷 讽刺 怨读 无一不是在控诉着 他的不知廉耻 陆氏痛心疾首地 捂着自己的心口 我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 居然是锦儿 居然是锦儿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白老夫人冷冷地 盯着白木槿道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白木槿站了起来 目光扫视了一下 在场的所有人 将每个人的表情 都看在眼里 情势的担忧 陆飞员的惊恐 陆娇娇的如是重负 陆氏的故作痛心 白老夫人的冷漠 陆老夫人的心疼 胡适的鄙夷 她却突然笑了 笑得是那么的讽刺 将那画纸和信 都拿在手里 然后问道 信的落款是七月 也就是半年之前 那这幅画 是什么时候画的 少年看着白木槿的神情 突然有那么一点点不忍心 这样漂亮的小姐 实在是太可惜了 只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她只能压下心底 那一丝悔悟 坚定道 这是一个月之前 哥哥画的 哥哥怕被人发现 所以让我烧掉 我因觉得这画上的女子 十分好看 所以没舍得烧 自己烧了起来 说完少年 还有一些羞愧的 低下了头 似乎为自己这种 不磊落的行为 而感到惭愧一般 白木槿笑了一下 多谢夸奖 成儿 你跟着东方先生 也有两个月了 听说东方先生 舒坏双绝 你来看看这幅画 觉得如何 白木槿正担心着 连忙过来看 却惊讶地叫道 姐姐 这画所用的眼中 竟有青青石和红山无墨 而且 这张纸 似乎是云木槿 白木槿点点头 赞许地拍了拍 白木槿的头 很好 看来东方先生 教会了你不少东西 锦儿 现在不是讨论话的时候 你还是快些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陆飞员真的是要被急死了 她肯定白木槿 绝对不是那种人 但是如今的情况 对她是极为不利的 陆老夫人也是一脸担忧地 看着白木槿 希望她能有法子 为自己开脱 不然这种臭名声传出去 她这辈子 都是要毁掉的 白木槿感激地朝露飞员 笑了笑 然后道 祖母 您向来精通勤迹书画 自然不会不知道 青青石和红珊瑚 这样的颜料 是哪些人才配用的 而这云木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一个月前断货 全京城 所有的纸行都没有得卖 纸到前两日才刚刚恢复供应的 这件事情很奇怪吧 白老夫人经白木槿 这么一提醒 才想起来 约母坚是作画用的纸 她前些日子 叫白木槿和沐昕萍作画时 还说纸没了 着身去买 回来便说 京城的纸行都断货了 至于这两种名贵的颜料 一个细子 怎么有资格用呢 这两种颜料可是专供官家使用的 外面的商铺都没有得卖 油也不敢卖 那可是触犯律法的 一个贱民就更别想用上这样好的颜料了 他朝那细子眼睛一瞪 力声道 你是不是在说谎 想要栽赃陷害 少年额头上立刻冒出冷汗 他咬着下唇 不敢轻易开口 却也知道绝不能够承认 略以思索便道 大概 大概是小姐送给我哥哥的 想得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白木槿笑了一下 看来纳人对你哥哥也推好了 竟然连作画的颜料都送 平日里一定经常见面才是吧 喜鹊便站了出来 不满地瞪了纳人一眼 我家小姐向来不爱出门 即便出门也是众多人陪着 怎么会有机会和什么戏子私会 真真要笑掉人大牙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家小姐如此尊贵 岂能看上这样比漏的人 少年被喜鹊这么毫不避讳的鄙夷 立马就恼羞成怒的反驳道 小人的哥哥也是一表人才 而且诗词歌赋无仪不经才华横溢 有很多女子倾慕他 真是要笑死人了 才华横溢 一个下酒流的戏子 说什么才华横溢 我家小姐可是由老夫人亲自教导的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又有宫里出来的嬷嬷 教导礼仪 无论凭哪一点 也不可能看上一个戏子 喜鹊更加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 白老夫人听了这话才觉得事情有一些蹊跷 白木槿是什么性子 她可是十分了解的 而且平日里她去了何处 她也一清二楚 怎么可能接触过什么戏子呢 这话才能接触过什么